今天我们继续开箱巨神战机对之鬼道先封的另外一款机甲 豪华版龙虎战机王 我这个好像是限量版全透明版本 直接和隐身了一样 这俩就是龙虎爱人组 他我叫不上名字了 这个我知道叫童童是个妹子 童童驾驶的是猎虎号变形零售猎虎 另一台猿龙号变形零售猿龙 然后他俩合体成龙虎战机王 我还真有点羡慕驾驶猿龙的 可以和妹子合体一块操控机甲 那废话不多说直接开箱 摸不到 搞错了在这呢 前两天给我表弟猜出来玩了 这回咱们就先从龙虎战机王开始看 先转个一圈 觉得帅的扣个帅啊 他同样附带两个猎车连接件 彩色说明书 但没有武器 不过看他这手 像是需要武器的人吗 直接就是两只零售的头部 白色猎虎绿色猿龙 嘴巴都是可以张合的 同时可以向内光区 双臂可以摆动 还能这样摆 肩甲部分能看出来是猎虎的车头 脑袋这也算可动吧 大腿比较粗壮 因为两次还装了这玩意 他还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这样就比较稳了 背面就这样没有翅膀 再拿出我们的热浪战机王 合个影 你们觉得哪个更帅呢 我觉得吧 两个都帅 我也终于知道他为什么没有翅膀和武器了 看大腿两侧和肩部 他肯定是把武器和翅膀都卖了 换成了这个衣服 好了你可以走了 一会儿要合体再叫你 再把它拆分为列车 圆龙号 猎虎号 猎虎这个配色有点像救护车 车身上还有个爱心图案 上面这两个灯可以转动 灵兽头部藏在中间车厢里 整体造型和上次玩的差不多 这个圆龙号呢就不一样了 车头变方了 眼睛的刻花也在前边 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绿皮火车 他的脚则翻到车顶上了 中间这一块就更不一样了 变得这么宽 上方有两个钩子 看两边这个样子应该是泡板 这整体看起来就略显笨重 灵兽的头部和尾巴也是藏在内部 接下来变形灵兽 灵兽猎虎 参见龙王 这个圆龙比我想象中要大一些啊 而且还比较长 像这个样子就更长了 头部 嘴巴 前肢 都可以动 身体啊就是中间那一块车厢 就是把钩子收起来了 当然它也可以拆卸 我感觉拆了头发还提升了颜值 感觉还有点小帅 再看这个猎虎 给人感觉是比较凶猛的 两个车头叠在一起组成身体 背上背着烹射器 头部 嘴巴可动 四肢除了能撞动之外 脚掌部分也是可以微调的 这龙虎两兄弟确实比前面两个更酷一些 特别是头部 看着就比较霸气 最后我们四周合体 给它变成巨神创击王 擦下翅膀 面部合起 拆下来 擦下双手 肩部上翻 胸甲往下推 变成裤子 这两块变为脚掌 把龙虎上击王的腿 装在后方 这块装到胸前 翻出脸部 双手 左青龙 右白虎 中间一个 装上双肩 这块装在背部 臂甲头部擦上面 再装上翅膀 蓝宝追往下翻 这样就完成了吧 合体之后这个造型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面部 两侧肩甲 原本的胸甲跑到下方 换了一个新的 手臂两侧 多了两个零售头部 也穿上了新鞋子 武器还是热乱圣剑 腿也变粗了 背部也多了一块绿色的 身高方面变化不是很大 但体重实实在在增加了 虽然现在已经挺酷了 但我还是更期待 最终合体 超成创击王 糟了